这一课咱们来讲一下方案型的削弱方式 跟加强也是一样的 加强咱们要找的答案就是结论运行的选项 那么对应到方案来说的话 我们要找的就是告诉我方案能达成目标的原理和道理 或者说为什么方案能做到目标 那么削弱无非就是要告诉我这个方案在原理上是做不到目标的就行了 这个其实也非常简单 也是就像是反驳结论 只不过这个反驳是反驳的点在于方案在原理上做不到目的 咱们来看看题 这个题比如说问轩说 他文章说在PJ国家里面 大卡车一般会占6%的量 但是不是12%的死亡率 最大的卡车 那个三节卡车 它现在是比一节和两节都要收入要低的 因此的话 他认为一个方法去减少死亡率 就是要求这些车商用三节卡车 所以很明显方案就是用三节卡车目标呢就是能减少死亡率 找答案呢就是告诉我用三节卡车在原理上并不能减少死亡率 A呢是说现在的公司到至今为止用三节卡车都是用在高主要的高速路上 很明显他就告诉你用三节卡车这个方案的原理上不能减低死亡率 因为他的安全完全是靠路来提前 没错吧没错吧 不是靠这个三节卡车本身的安全 所以这个选择告诉我方案做不到5.2 所以A能考虑 B呢说不关你怎么来改 至少有些小路是不能使用所有车的 这也一样 这个并不能告诉我们方案能去减少死亡率啊 所以B肯定不对 C呢是说很少有这个撞击 那是两个卡车之间的 这也跟方案没关对吧 肯定不对 D呢是说在P这个地区 它的record还上升了一些 这是整个的卡车工业的record 这跟用三节卡车能减低死亡率没关对吧 因为整个卡车工业包括了三节和一节两节嘛 E呢是说在P这个地方 最大的一个payload啊 它呢其实是小于三倍的一个这个payload 这等于是讲的是三节卡车的一个载重载客量 可能跟公司的经济效益相关对吧 但是跟它安全没关 所以E肯定不对啊 答案A肯定讲 明显告诉我方案在原理上达不到目标 再看这个题 那这个cost into question啊 也是质疑的意思啊 跟waken是一样的啊 那质疑的是这个方案的事啊 文章呢说这种感染啊 它呢会引起很多的一个价格的上升 那知道这个棉花呢会成熟比较快 很多种大豆的种商人啊 就打算去不种大豆了啊 那个大豆的价格比较稳定 那开始去种这个棉花来替代 那因此的话呢 它可以去用上这个就是利用上这个棉花的高价 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所以目标在这儿对吧 是为了提高收入 方案呢就是种这个棉花 要想质疑又告诉我 种棉花在原理上是做不到提高收入的 A呢是说种所谓病的成本在这个上升 然后被预期更上升 那这跟种棉花能提高收入没关系 所以A肯定不对啊 B呢说研究啊 一个新开发的不便宜的 不贵的商商剂啊 这个测试表明的是说 它呢这个商商剂本身 它一个呢是环境安全 另外一个还有效 再去抵抗这个害虫的方面 所以这个2B选项很明显啊 它是可以告诉我们 呃这个方案可能做了之后 达不到目的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这个商商剂 他能很快的去呃杀掉这些 让棉花价格高的因素 就是因为这个感染嘛 对吧 而他如果能致感染的话 那很快这个棉花价格就上不去了 对吧 棉花价格上不去 你种棉花怎么能增高收入呢 所以从原理上 种棉花就达不到能增高收入的目的了啊 所以B是答案啊 C呢说 没有一个很快的对棉花的需求 这个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文章已经说过了 这个棉花现在价格提高了 对吧 那至于需求是否提高 这样棉花如果少就能提高价格呗 所以C肯定是没法做到 说让方案达不到目的啊 D呢说很多的顾客考虑棉花 呃棉花衣服啊 它是一个必要性的 而不是一个收拾品 这是顾客的想法 跟棉花少啊 这个没什么关系 E呢是说 呃昆虫的一个种类啊 那这个昆虫呢 它其实从来没有知道去攻击苏维病 这个也跟棉花的种植能去导致 呃这个 这个收入提高美观啊 所以答案是2B选项 给了我们一个方案 做不到这个目标的原理啊 再看这个题 问的是以下哪项能削弱这个计划的情况啊 文章呢 说在LP周边的经济是依靠捕内陆三维鱼来去维生的 那这些年 由于三维鱼的食物缺乏 它引起了一个在数量跟大小方面的下降 当然是成年三维鱼啊 其结果就是当年收入 由于这个三维鱼的下降而产生向降低了 那为了去解决这个情况 官方打算引入虾 它可以去提供给食物 所以呢我们要找答案就是方案是那个嘛 就是引入虾 目标是为了缓解这个成年三维鱼大小嘛 所以要找答案就是告诉我啊 这个方案在原理上可能做不到缓解情况啊 A说三维鱼的特点 这个跟虾都没关 肯定不对 B呢说来这钓鱼的游客 他呢有更多的收入 这个也跟引入虾没关啊 C呢说要引入到这个虾是一个种类 这个种类太小了 以至于不能为人类所消耗 这个跟这个虾能不能去影响到三维鱼美观 对吧 所以肯定不对 再看D啊 D呢是说这个虾跟小三维鱼的食物都是浮游 而浮游本身并不多 你看这个选项就把虾跟三维鱼的事放到一块了 对吧 他告诉我这个方案在原理上达不到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虾会跟小三维鱼抢食物 对吧 那这个食物本身很少的话 自然会影响到三维鱼的一个生存 而这个虾本身并没有带来它能帮助这个三维鱼的成长的情况 所以D肯定是告诉原理上不成功啊 E呢说这个捕鱼限制啊 影响人们去保持三维鱼怎么样 这个跟虾都没关 所以E肯定不对啊 答案是这个D选项啊 总结一下 咱们给了三道小题题 来讲解了一下这个方案型的困难推理 应该怎么去削弱 其实方案型呢 不管是问题加强假设还是削弱都比较简单啊 都是去只要告诉我这个方案在原理上能不能做到目标 就是一个答案啊 非常好理解和简单的有提醒